川普总统高度赞扬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美国的事业人数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现在我们有着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的经济 是时候了必须理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议了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关税的确在起作用 他声称这会改善美国金融 带来工作和许多财富 但总统在国会的同盟并不同意 我不认为关税是正确的选择 我不支持关税 我认为关税就是税 当我们增加贸易壁垒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如果我们在没有正当性的情况下 增加更多的关税的话 这只会带来报复 以及对我们出口商品的更高关税 不只是共和党人在抱怨 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海特·卡普在推特上写道 随着收获季节的到来 我们的农民们最不需要的 就是和中国的贸易战升级 这场贸易战对北达科他州的伤害 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 这不是一种胜利的战略 虽然美国一些行业 受到了关税的伤害 但川普当局表示 是对中国的伤害更大 并最终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条件 我们必须有好的贸易条约 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裕 商业团体预见到危险 美国商会警告说 关税会破坏川普经常自豪吹嘘的强劲经济 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